各位好,今天跟各位介紹這台RG35EV的開源掌機 它的包裝盒 這邊有它的一些按鍵配置 還有它的規格 CPU是RK3326 CPU 螢幕是3.5吋640x480 IPS螢幕 電池的電量有390mAh 記憶卡最大支援到256G OK,我們來開箱 先看一下它的配件 一條USB Tab-C的傳輸線 還有兩張說明書 這張說明書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 在使用之前可以看一下有基本的操作 一些快捷鍵的按法 這張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稍微看一下 它有附一個螢幕保護貼 我已經先貼上去了 保護貼的尺寸剛剛好 我已經先貼上去了 保護貼 然後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張記憶卡 這張64G的記憶卡 這張64G的記憶卡 因為遊戲都在這裡面 它這邊有兩個卡槽 第一個卡槽是裝系統的 系統記憶卡卡槽 第二個卡槽就是裝遊戲的 把它插進去 然後看一下系統的記憶卡 系統記憶卡是16G的 因為系統 容量不大 所以用小張的記憶卡就夠了 來看一下它按鍵配置 A B X Y 這個功能快捷鍵F鍵 暫停選擇 方向鍵類比搖桿 還有這邊 L1 R1 L2 R2都有了 整體的質感 我是覺得很棒 下面是 耳機孔 然後兩個TypeC的孔 一個是接設備的 一個是 那個充電用的 傳輸充電用的 音量鍵 電源鍵跟重置鍵 好我們來開機 按個3秒 OK開機 開機會先震動一下 開機會先震動一下 遊戲的介面選單 64G的內容就很豐富了 基本想玩的遊戲 在這邊都已經有了 都足夠了 不夠的話自己再 擴充遊戲 換大一點記憶卡擴充遊戲 好我們先 隨便測試一下 他這螢幕是4比3的 雖然是3.5寸 可是看起來 实际看起来萤幕我觉得还不小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够的 然后萤幕的色彩解析度我也觉得很棒 可能翻拍看不出来 可是实际看的话 色彩解析度都很棒 整体的质感真的很不错 拿起来质感不错 重量也刚刚好 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 刚刚好的重量 试看看一下 因爲 退出游戏就是按住这个 按住这个 然后再按快捷键 就会到RA选单 然后离开 然后选最上面退出 就回到界面了 我们测试系统没问题的时候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就是备份记忆卡 所以我们先退出 记得退出要照正确的关机程序退出 不要直接关电源 不然会伤着系统 退出 关机 好确定关机了 电源只是灯那个洗掉了 我们把这个系统记忆卡 一定要先备份起来 以后如果玩坏掉的话 还可以还原救回来 游戏的记忆卡我们也顺便备份 然后游戏也可以拿来做其他的 设备的测试使用 好我们等一下开电脑去做备份 我们来先备份系统的记忆卡 我们用的备份软体是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 之前有示范过 我们再示范一次这个软体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备份在哪个潮 我这是那个要把他备份在I潮 然后鲁卡机的是这一槽 我们来备份一下 这边打上你要备份的位置 I 槽 冒号 斜线 取个档名 我会取RG351B 我会取RG351B 然后再加上个日期 然后再加上个日期 付档名点ing 要注意 好第一个就是存放路径 I 槽 冒号 斜线 档名 RG351B 日期.ing 然后来源装置是这一槽 随身跌的槽 没错 这样子 OK 好 就可以读取 按个Enter之后就可以读取了 好就开始那个备份 等他这边跑完 跑到100 OK 备份完成了 这边 读取成功 OK 好就可以把它关闭 去电脑看一下 有没有备份好 刚刚的I 槽 这边 备份好了 这就是备份档 这个要把它保留起来 以后如果系统记忆卡 系统完坏掉之后 就从这边烧录好 烧录到记忆卡就可以了 烧录还原之后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了 这个备份好了 好备份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来备份 游戏的记忆卡 我们接下来备份 游戏的记忆卡 一样插到电脑上读取 插进去 他问说要那个 扫描盒修正吗 不要 直接关掉就好 不要去修正它 OK 这个就是 游戏记忆卡的内容 里面每个游戏模拟器的 都分 分类各一个 各别的资料夹 这边就是内容了 好我们就把这边全选起来 直接整个资料夹复制起来 复制过去 我们开个新的资料夹 就取名叫做 RG35EV TF2的记忆卡备份 就直接用复制贴商就好了 游戏的记忆卡备份方式就比较简单 就一般复制贴商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用用烧录的方式备份 好 这样子就 等记忆卡复制完成就好了